最近呢在增据今天的周刊报导是发现说 在台北市宿有美女议员称号的台北市议员高嘉瑜 现在是被民众爆料了 只他为了帮今年刚拿到硕士资格的办公室助理 在市立教育大学任教竟然是特权发函推荐 市教大人是碍于议员掌管预算大权 所以只好帮他的亲信开课 而目前校方这样的举措是已经引起了校内的教授不满 其他的议员听到了这样的事情也痛批说 这根本就是用国家的钱帮自己的助理加薪 而且呢他们还表示说议会找出盛传说 高嘉瑜还有他的助理现在是男女朋友 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特权官说真的是让他们很吃惊 而针对发函的推荐高嘉瑜是坦诚有这么一件事情 但是否认特权施压 而对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高嘉瑜只说是很熟的朋友